好来关心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昨天宣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出访越南了吗 华春莹说习近平应越共总书记 以及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的邀请 将在12月12号到13号之间 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这也是习近平继2017年之后 时隔6年再次访问越南 日前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也才到越南进行访问 中国官员频繁访越 很明显为了巩固中越关系 因为越南在今年跟美日等国的关系 大幅提升 也让中国相当紧张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